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攝影獨白Channel 我今天主要講攝影文化藝術技術 還經常講相機和鏡頭 假如你在攝影新手的話 記得先訂閱我Channel 按鈴鐺,選擇全部,每次出新片的話 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坦白說,香港的粵語攝影Channel其實不多 但在這麼多的攝影Channel當中 講關於攝影的話題的寬度 由器材藝術技術和技術 和器材藝術技術都無關的東西 我這個Channel真的全包了 不單是寬度和深度 我這個Channel真的無出其有 今天跟大家講一支必買的鏡頭 無論是新手、老手、高手 或是新手多一點經驗的朋友 一、兩年經驗的朋友 這支鏡頭你真的要留意 我絕對推薦 那支鏡頭是必買的呢? 在我講必買的鏡頭之前 先跟大家講講另一件事 大家必買的東西 是什麼? 攝影雜誌 學攝影的話多來看攝影雜誌 這本就是我出版的攝影雜誌 停刊了也有七、八年 在香港現在沒有攝影雜誌 你簡直是失色不少 攝影是需要傳承的 我這本攝影雜誌在香港出版了三十幾年 一本雜誌能出版三十幾年 當然是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化藝術技術的發展 假如你是追求這個 對攝影文化藝術 特別香港那些 想了解多一點的話 現在可以買我這本舊期的攝影雜誌 坦白說這批是一些過期、舊期的新書 因為這批都是在我的書架 我公司的辦公室的書架 現在我斷捨來把這批書全部蒸出來 很便宜的 買三本只是買人家五十元 不單止五十元 不只是買三本書 還有豐富的賬物 是什麼呢? 有一個摩不卡扒的 相當精彩的格言購物袋 假如你的相片拍得不夠好 是因為什麼原因? 是因為你不夠近 你永遠記住這件事 那你的相片就拍得很棒 摩不卡扒的格言 這個是送給你的 不單止 市兵雜誌香港有這麼高的地位 當然要紀念一下它 這裡有一個紀念的郵戳 紀念郵戳不是很值錢 不是 錢就不是很值錢 但是有價值 這是相當有價值的紀念風 是市兵雜誌一百期的紀念風 是一百期紀念風 是什麼時候? 是一九九五年七月一號的郵戳 這個郵戳如果你有集郵的話 你會知道這是香港以前集郵組的郵戳 郵票更加正 英女王的頭像 英女王的頭像過兒 即是說 如果你懂得集郵 或者搜集一些舊時代 香港舊時代 香港情懷的東西 這個是相當正的紀念品 只是買這件東西 都要相當一筆錢 現在送給你 送給你 確實你最近和我斷捨來買的東西 上次就買到了 很多贈品都可以送給大家 先跟大家說一下贈品 有一本我出版的小影集 有我親筆簽名的 在裡面 簽名在哪裡呢 簽名在這裡 這是一本籌款的影集 籌給樂師會 紀念風說了 有一張Sigma的反光 閃光燈反光版面卡 也有Sigma高科技的鏡布 更加正的是 是Lyka必須擁有的 絕版官方的Lyka 很大的Sticker 不是它不單是Sticker 它還有一個Mouse Pad 可以放在桌面 做Mouse Pad 但你不會寫得用的 因為它是Lyka 現在在我網上買我這本書 《花園街的舊日子》 《香港情懷》 《香港80年代情懷》 現在這些書 真的不知道在哪裡找 另外更加正的 就是我寫的《涉上癮》 這本書快要賣光了 我不知道在哪裡 等我一會 一會兒 OK 我回來了 快要賣光了 沒有了 這本是我 不證明在香港 出過超過100本攝影書 不單是在香港 你真是在華民地區 找哪個攝影作者 出到100本書 你告訴我 在香港不用問了 我只是No.1 這本是我人生寫的 最後一本攝影文集 這本書就是 攝影獨白系列的第7本 這個頻道是攝影獨白 可想言之這本書 和我這個頻道是一脈相成的 裡面有很多很重要的 有些文章和借的照片 詳細不說了 最重要是有我簽名 如果你想珍藏一些我的 墨寶 即是我簽名 還有我拍的照片 有朋友留言告訴我 這些香港真是 相當精彩的作品 這批贈品 這麼多東西 在上高就能買到 現在和我買一些過期的 視頻雜誌 或者買我一些 段寫來最後清貨的書 就有剛才的贈品 當然是每個package傳統 大家可以自己看 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 真的收得很密 就是這張Canon poster 這張Canon poster 最後剩下八張 今晚算起來 賣完之後就沒有了 真是不幸運 我用一個硬紙筒寄給大家 一個硬紙筒 相當厲害的硬紙筒 偶人都拿來 攻擊成武器 硬紙筒保護這張 poster 保護這張 poster 寄給大家 是不安全的 現在剩下 poster 剩下八張 買完之後就沒有 我為什麼這麼緊張呢 因為我不想香港的Canon Canon的Fans有遺憾 這張是1930元 那麼早的相機 寫到2004年 當時的最新相機 是絕無僅有的這些package 這些poster 所以現在你要有買就配備 你做一個標準CanonFans 沒理由沒有這些 最後八張 這些硬紙 我現在訂回來 我訂多十個招呼這八張poster 在上面買到最後的機會 OK 言歸正傳就入正題 有朋友經常說我講話 不入正題 不是的 有些其他話先說 入正題 今天有支什麼鏡頭 值得大家必買的呢 如果你有留意 我先戴眼鏡 說話正經一點 留意我的Facebook Fan Page 上次就上到我的Facebook Fan Page 有留意我的Fan Page 你就知道 今天我在旁晚上 就出了個Pose OK 出了Pose 就說 OK 就說 不要說我是什麼打手 無論你用什麼牌子相機 都應該考慮買一支35 1.4 這支鏡頭可以用一輩子 可以跟你一輩子 OK 我都有一支 跟了我三十幾年的35 1.4 為什麼出了這個Pose 是剛剛 Nikon在16個小時前 就宣佈 全球宣佈 出他們Z系列的一支35 1.4 大光圈的平價版的鏡頭 為什麼是平價版呢 它不是S-Line S-Line S-Line是極品級超美鏡 這支就不是極品級超美鏡 就沒有S-Line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便宜 有些時間 我們作為攝影人 不一定要求那支鏡 由頭sharp到尾 廢話 但是有某種情況下 我們是不需要的 例如我們拍大光圈 淺景深的照片 當然是中間清楚最重要 旁邊當然要更蒙 為什麼呢 因為是淺景深 確實你就知道 只要中間清楚便足夠了 四邊你越蒙越好 如果你玩大光圈淺景深的話 我為什麼說這支鏡頭 是一支 無論是新手高手 什麼都要買這支鏡頭 35是定焦鏡頭中 是最常用的一支鏡頭 定焦鏡頭 基本上我們有50mm 35mm 28mm 24mm 這些基本的 50mm之上 會有80mm 或者85mm 接著可能會有100mm 或者105mm 或者135mm 軟攝那班 坦白說 你未必拍人像 未必需要大光圈軟攝鏡 標準的那支 50mm 真的好正的鏡頭 大光圈 但是很多情況下 它不夠廣角 用途 用起來的話 有支綁手綁腳 它是一支好鏡 35就不同了 比50mm 負少少 它又沒有28mm 24mm 那麼廣角 所以35mm 是一支 進可攻 退可守的鏡頭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會說這句話 這句話是我N年前 80年代 我們寫雜誌時 經常提到的 現在的朋友 學會說這件事 什麼是進可攻 退可守 35mm 你近拍 走近一點 它有類似標準鏡的效果 你拍人像是可以的 特別是1.4大光圈 所以 輕微廣角加上大光圈 效果真是漂亮到絕頂 OK 退可守 什麼為之 退可守 當你退後一點時 它就歪一點 當然它沒有真正28mm那麼歪 但起碼你35mm微移動的話 你也有一個廣角效果 所以35mm一支 真的 你玩定焦鏡頭 是一支必買的鏡頭 買35mm 不要買2.8mm 那些是街拍用的 一般如果你要玩藝術一點的話 1.4mm那支是真的沒有走雞 我自己的那支是Nikon的Z 對不起 Nikon的F 應該是AIS年代的35mm 1.4mm 真的 我今天廢話出來 我都不習慣曬我這些東西 有它說出來信不信就算了 Nikon這支 今天怎樣出了 我要特別強調 我 有個帖子特別強調這件事 說我OK 不要說我是什麼打手 因為我不是跟Nikon這支鏡頭推 因為今天Nikon出了這支鏡頭 引發起我的話題 無論你用Sony 用Canon 用Fuji Film 就不用了 因為它是APS-C 不要浪費了 我用Fuji Film 無論你用Canon Sony的話 你都應該買一支 35mm 1.4mm 來旁身 貴 你便買原廠那些 便宜 你便買一支Archalab 那些 如果有貨的話 我不知道有沒有 不是跟它賣廣告 只是舉個例子 再不適合再便宜些 你便買一支 輪近對居產 OK 我今天剛剛在幾十分鐘前 在網上補了一個Pose 我和大家計算一計算 我不是和Nikon推這支鏡頭 但是 都特別要提一提 這支鏡頭 我說這個價格 喜出望外 再強調Nikon的定價 在我拍這條影片 是未出的 香港未出定價 但是我就刮到它 在美國的定價 已經剛剛出了 價錢相當吸引 596.95美元 即是597美元 你便當它600美元左右 600美元 可拿數 4800元 4800元 5000元 香港Nikon 我不知道你開價 港幣價 會不會生生生生 假如這個是5000 以下的心理關口 就相當吸引 為何這樣吸引 我和大家講一下這支鏡頭 為何這樣吸引 先講市場的東西 假如你要買副廠的其他牌子 騰龍有一支SP 35 1.4 DI USD 是給Nikon F 是不對的 F的 賣多少錢 美元799 貴過它 Sigma 有支35 1.4 DGH SM ART 給Canon EF 價錢多少錢 799 騰龍那支699 OK 不知是否說了 騰龍那支699 貴過Nikon這支 Nikon這支599 598 599 597 598 599 都不用 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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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廠那支 Sony 有支F E35 1.4 GM GM也是漂亮的鏡頭 賣多少錢呢 1398美元 真是貴一倍不止 Canon以前EF有支 35 1.4 N2 USM 美金 1999 不是1999 是1999 2000美金 這支鏡頭 真是拿膽 OK L鏡是漂亮的鏡頭 OK Canon RF 35 1.4 VCM 這支鏡頭 我其實也想說一下 值得玩 1499美金 你和Nikon這支 35 1.4 OK 這支是Z 這支平價版鏡頭 596美金 真是哪人可以廢 看價錢 OK 再極品一點 Lekar Lekar 35 1.4 非球面鏡 賣的是5395 港幣 不是 是美元 Lekar通常都是貴族鏡頭 不用問 OK 平價版Lekar是怎樣 福倫達 福倫達 35mm 1.4 MC 第二代 599 59 都仍然比Nikon這支 它手動 Nikon這支自動對焦 Full frame 我雖然說它是廢話 因為 先說的是Full frame 現在這支是APS Full frame Full frame APS 31.4 R 都要599 都仍然比Nikon Full frame 1.4 30mm Nikon這支是否開錯價 我在說它的美金 再說一次 我不知道香港Nikon是怎樣的 生生性性性 不要超過5000元 這個心理關口 我不知道 隨便說一下 OK 我給大家看看 這支鏡頭實際上 是拍到什麼好東西 我一會再放一張照片 好像 造工 它當然沒有S-Line 那麼漂亮 但你不用擔心 始終Nikon這支鏡頭 Nikon Z系列鏡頭 造工是不錯的 基本上 如果很多朋友 都在玩 它不是S-Line的鏡頭 很多造工都不錯的 OK 算它拍照的話 那些示範相 其實都是不錯的 我找些更正的示範相 給大家看看 OK 跟大家說一下 這支鏡頭實際上 是否一支 什麼美鏡 或者不美鏡 我給大家看看 先給大家看看 Nikon 美國官網 已經出現了 這支鏡頭 這支 大家在畫面看到 這支 是我在說的 35 1.4 官網的圖表 我不會CAP片 我直接放圖片 就算了 這支鏡頭 是全片覆鏡頭 STM摩打 暴進摩打 SIC 即是Nikon 標準的Coding IF 即是內對焦 有Multi-FS 有MA 即是手動自動對焦 那個調校 有415克重 即是不是很重 這支鏡頭 電子快門驗 這支鏡頭 也是有飛球面鏡 也是一支 都算靚鏡 不是很靚 不是很靚 不是極品那麼靚 再強調 Nikon強調是一支 最大光圈1.4 一支大光圈鏡頭 拍照的時候 拍人像背景那些 波波就沒有相當靚 這支鏡頭 確實這支鏡頭 用了九片的圓光圈葉 跟S-Line的鏡頭 一模一樣 這個光圈葉 大家不用擔心 35mm的定焦鏡頭 給大家一個很自然的透視感 無論是拍攝人 或是拍攝遠影近的 都可以表達到 他那個深度的感覺 真是一些 公關很好 最近對焦距離 只是0.27米 可以讓你很近地拍一些 近的物體 而使得後面的景深更淺 這是他的特點 是一支很輕巧的大光圈 定焦鏡頭 最大光圈是1.4 最小光圈是F16 11片9組 包括兩片飛球面鏡 最近距離是0.27米 即是0.89呎 沒有什麼概念 總之大概是10吋 放大了 0.18X 濾鏡直径環 62mm 總之輕巧 415克以大光圈鏡頭 是不算重的 大家看看MTF圖表 看看這個圖表 它不是一支極品級鏡頭 但以一支這麼便宜的級鏡頭 它的表現是不錯的 在中央那裏 中央那裏 反差到0.9以上 我評價是由 非常好以上 邊緣有下降的趨勢 大概下降到0.6 大概是最邊緣 至於鏡頭的解像度 也有0.7 0.7 大概我給了一個評價 是這個 不錯 不算拍真好 不是很極品 但是收貨的一個 記住 這是全開光圈 當你收小一兩級光圈的話 它的畫質會明顯提升 當然用得這支鏡頭 當然是全開光圈用 確實 與它的1.8s 拉茲比較 1.8那支真的 MTF漂亮很多 除了中央那部分的解像度 去0.7和0.8之間 即是接近0.8之外 它甚至去到影像的邊緣 畫面的這裏和這裏 都是相當高的解像度 到最邊緣 即是這支角 和這支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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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支角 才會有一個 輕輕明顯的下角 在說1.8那支 1.4那支 1.8s拉那支 是相當漂亮的 1.4不是s拉那支 我覺得是 對得住這個價錢 所以大家 如果買一支鏡頭 看門口的話 我建議用來拍攝人像 拍攝人像 拍攝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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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很銳色 背後就很蒙 所以它側面的解像度 不是高得那麼高 都完全沒有問題 大家如果真的覺得 你心裡面都是 心大心細 買不買好呢 我和大家比較一下 它以前F-mount時代 那支 35 1.4 現在大家在網上 就看到 Nikon F-mount 那支 35 1.4 G 這支是 G鏡 35mm 1.4 G鏡 是F-mount 當時大家都知道 這支是靚鏡 這是Nano的 是一支美麗鏡 金圈 是美麗鏡 但是當它全開光圈 你看看 它的解像度 如果和我現在 這支是Z的 平價版鏡頭比較 這支G鏡 根本也不夠 這支新的平價版鏡頭那麼漂亮 即是說 現在這支所謂平價版鏡頭的畫質 都已經比F-mount時代 那支35 1.4G鏡 是漂亮很多 很明顯漂亮很多 所以 現在大家只是用一個很商議的價錢 就買到一支 以前Nikon F-mount時代 單反時代 的35 1.4 這麼漂亮的級數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這樣理解 Nikon現在的不是S-line的鏡頭 就等於當年Nikon 單反時代的鏡頭 這個漂亮的畫質 而是S-line 就變成了提升到一個極品畫質 所以大家應該這樣去看 所以現在你給下這個價錢 是相當划算的 我記住 我30年前買一支 31.4G都三千多元 現在這支鏡頭 這樣的價錢 經過三十年 所以真的超值到離譜 OK 算了 這條影片 就真的 不是跟大家 真的推Nikon 這支鏡頭 確實你是任何牌子的用家 都或者應該擁有一支 30.4G 不過Nikon新這支 就將會 一個比較相宜的價錢 但不要緊 你如果不買 Cannot或者Sony這支 原廠那麼貴 你可以考慮Sigma 騰龍都有一支 價錢相宜的漂亮鏡頭 不過 不過 都仍然比Nikon這支 OK 別買了 今晚還要打手 OK 我推薦台灣出版的 正體中文攝影書 這批書是台灣出版商 很有道德地 購買歐美或者日本的 攝影書版權 有適應文化、藝術、技術 的書都有 選好好的書 翻譯賣給大家 我在這批書裡面 再選最棒的 剛剛有本書 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MATLUM 馬格蘭圖片社出的一本 街頭攝影的一本影集 這本影集有文字算明 大家可以憑這本影集去透視 怎樣拍好的街頭照 怎樣拍好的Documentary 這本書是一本相當正的書 這本書斷了市很久 炒到很貴 在台灣也很貴 現在新版書會在7月2日首發 我供應商已經準備去搜刮第一批 希望盡量買到給香港的朋友 上高就能買到這批書 在上高也可以落單買這本書 我不肯定第一批可以表現給大家 這本書相當正 買三本書包括順風運費 扣上順風運費的話 肯定比香港遠遠 就算不扣的話 都跟香港價錢差不多 起碼省了你的交通費 省了你的時間 買三本就包括順風運費 不單純送我一條USB C to C的供電線 現在的相機有PD供電 但你需要一條PD的USB C的線 才可以插著相機連接供電器 你需要這樣才行 相機不包這條線 現在不用去買了 你可以給我買三本書 就送一條給你 這條線是特別為攝影朋友而訂的 為甚麼是L插 當你的相機插完之後 這條線在下面走 拿著相機 拿著相機 不妨礙你 但你一般的USB線 這樣插進去的話 你拿著相機的線 這樣插進去 就這樣插進去 這樣插進去 所以這條L插的線 是相當為大家手掛的 另一個特點是 有1米這樣長 即是插著PD供電器 放在後面的背包 放在後面的相機袋 有1米的長線 完全不阻礙你相機操作 相當正 不用你到時候 要將PD供電器 放在胸口裡 近一點 這條線 這條線短 所以沒有 另外在畫面上 買到我推薦的 塞斯鏡頭紙 說明的是 德國牌子 德國配方 不是德國做的 一盒200張 只是買200元 這價錢相當抵 這價錢 為甚麼呢 一元一張 塞斯是一個很出名的 光學鏡頭的牌子 他們發明的 自己研究出來的 除油配方 抹鏡頭配方 相當正 有效地抹乾淨 你鏡頭上的油污 手指印之類 它是一張微微濕的鏡頭紙 微微濕 意思是 僅僅夠濕度 抹乾淨 你的鏡頭 就馬上乾了 乾了之後 就不流水積 記錄就是不流水積 正到這裏 如果你自己買一支鏡頭回來 35 1.4 一個手指印 那怎麼辦呢 不見了幾千元 不怕 你拿這張鏡頭紙一抹 就回復到原來應有的清晰度 這個相當正 買一盒都包順風運費 我的供應商相當好 這個供應商是相當好 購買運費 購買運費的50元 實際上你只是給150元便可以買到 當然 你給50元運費 混合來計 只是200元一盒 相當抵 一盒就包運費 買三盒便可以送一條爬山繩相機帶 相當正 有顏色選 買四盒選擇顏色更多 如果在香港來計 眼鏡店買50張裝 都要七八十元 八九十元 一百元 大概這樣 買二百張 買四盒 四盒要三百幾四百元 現在二百元便可以買到 你告訴我 多划算 置得限度不用去街買 去街買又要來回車錢 好的 上次就買到了 分享到此為止 再見 拜拜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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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嘯